交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两岸ING 我现在发音说话使用的是华语 其实我们中央广播电台央广的听众朋友 是我们的粉丝的话都知道 我们每天是以华语 台课 客家语 粤语 英语 日语 法语 西班牙语 德语 俄语 越南语 泰语 音日语 韩语 一共有14种语言对全球来发生 那么在网络普及的今天 我觉得这样子以生会有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平台 也是很享受的 那么想想听众朋友 你自己会说几种语言呢 能够说上话自然就比较能够交朋友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主题 究竟你是怎么样来学某种语言的 又怎么样来学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听起来西松平常 不过学问很大 另外在今天也要跟大家谈 跟语言相关的就是文字 谈到科技日新月异 比如说藉由AI的这样的人工智慧 也就是能够把所说的话 很快就转成文字 其实所延伸的 比如说我们谈到书店或者是书籍 你看是电子书还是纸本的书 比如说很多人说 你刚刚提到实体书店 到底还有没有实体书店在台湾 阅读人口多不多呢 我们今天谈这两大的主题 我们再度邀请我们 独立评论在天下频道总监廖云章 来跟我们分享跟探讨 非常欢迎 总监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独立评论有两位专栏的作家 分别分享这两个话题 主持人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分享过 这次趁寒假期间 或是说有些人可能要转换 跑道的时候来谈谈 学习这个语言 就看到他有一篇文章 懂的一种外语 就能够看懂一群人的内建系统 这个字吓得有点专业 乍丁之下很多人不太明白 这内建系统指的是什么呢 我自己想一想 就是说 这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还有刚刚总监 就是笑的时候 就代表一种雀跃开心 这种好像在我刚刚说的 如果说我们光是用这样讲话的话 要转成文字 就很难去很精准的表达 就是情感元素 可能就没有办法 讲那句话 到底是生气还是嘲讽 还是什么的 对的确是 其实楚世宁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它的标题是说 为什么要学语言 懂得一种外语 就能看懂一群人的内建系统 对内建系统这个标题下的 好像有点困难 有点门槛 那什么是内建系统呢 其实它就有点像是一个 城市语言的概念 就是一个人的思考 一个人的逻辑 那其实透过语言是可以展现的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我自己曾经去越南 学过越南这个国家 它其实过去曾经有上千年 受到这个中国的统治 所以它其实它的文字 它的语言 它的文化 还有它的很多的社会制度 甚至是它的这个亲族啊 这种关系 它其实很深受这个儒家文化的影响 所以呢 它在语言上 甚至我觉得它好多成语 好像哦 比如说我那时候学到一个词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 就是说 有钱可以买神仙 那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我的韩国同学 日本同学 大家就在那边抄这个句子 然后我就 非常这样 我就举手跟老师说 老师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有钱能使鬼推磨 没错 就是你听到 有钱可以买神仙 那时候我就马上想到这个 那我的老师就说 是啊 我们的很多的成语 我们的很多的文化 的确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哦 可是我们是越南 我们不是中国 我们也不是小中国 就是你会觉得很多越南的东西 跟中国很像 但是呢 它也许源自中国 可是它到了越南 我们会有不同的思维 所以越南人想事情呢 跟中国人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 有钱的是鬼推磨 是你用钱去让 鬼帮你做一些事情 好像是不好的 有点是负面的用法 对不对 可是呢 在越南的用法里 他说有钱可以买神仙哦 买神仙 买神仙也是可以做好事 而且你是往上买哦 你不是往下买 买鬼帮你做事 你是买更厉害的人 帮你做事哦 那这个事情 也反映出一种思维 就是他们在想事情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 钱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工具 那它不只是可以 缩食人去做一些 你自己不想做的事 你也可以请人 去帮你做一些 你做不到的好事 那还有一个例子 是我朋友亲身的经历 他在越南做生意的时候 他曾经他很喜欢 越南的一种矿物 一种蜜辣 那他发现那里的品质 很好 而且价格很便宜 所以他就买了几个之后 确认品质 他就决定要买一大批 就他发现 那个商人呢 不肯卖它 还甚至说 你要这么多的话 我价格要算高一点 然后他就说 你这个太没有道理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坐地起价呢 我是因为觉得你的东西好 所以我决定多买 那多买难道不是应该打折吗 对啊 对 我们的思维是这样嘛 那他就说 不不不 你需要买很多这个东西 就代表你很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我其实应该可以卖你更贵 如果你真的很需要他 你还是会买 所以我这个朋友就告诉我说 我觉得越南人实在太会做生意了 的确 所以说我们学语言都觉得 只要多语言 然后大概就可以沟通 大家就讲沟通 可是真的 沟通了解他们的心思思维 到底是什么 有时候你什么时候得罪别人 还真的不知道 没错 我买东西 你可能因为这样上当 所以像楚世盈作家他 从这个观点来看 就是说 你真的要学习一种语言 这个动机也蛮重要 他好像举例在巴西 他所遇到的一个事情 对 这个总监来告诉我们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 他这个故事是 其实因为楚世盈是一个旅行家 他其实在全世界各地 有很多的计划 所以他其实每一年 都会到巴西的一个社区 叫做伊帕尼玛这个社区 去那里小住一段时间 那他说他二十年来 每年都会回去小住 但是他今年回去的时候 就因为 睽違了三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回去之后就发现 这个地方在里约热内卢 在巴西 那他就发现说 他走在路上的时候 感受到当地的老人家 对他不太客气 就其实是有一点 不太友善的这个行为 然后他就觉得说 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过去二十年 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有一天 去健身房运动的时候 就发现说 他跟当地人讲话 其实因为他常常去那里 所以他其实也可以 讲葡萄牙语 那楚世音 其实是一个很多语的人 那他在那边 用这个葡萄牙语 在跟当地健身房的人员 沟通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老先生 就看见他 说这个人也会讲英语 然后就问他说 你不是巴西人吗 然后那老先生 本来以为 他是巴西的日裔人 因为他长得也有点像 日本人 个头样子很像 他就说 不是我不是 那那老先生就说 那你肯定不是中国人 那他就觉得 很奇怪 为什么老先生会这样讲 对对对 然后他才说 最近因为有一家电网公司 它是一个中国政府的企业 他们收购了 巴西的这个电力公司 那在巴西 拥有二十个水力发电厂 所以他们引进了 很多很多的 中国的管理阶层 他们引进了 上万中国工人 去巴西盖这个大坝 那同时呢 他们这个公司 也从中国外派了 这个管理阶层 六十个中国家庭 所以是住在一个社区里面 就在这个 他住的那个社区的附近 他说可是呢 这个社区里面的 这些中国人呢 他们从来不跟当地的 其他的巴西人往来 那他们也不学葡萄亚语 那他们就是住在一个 有很高的围墙 跟很戒备森严的 这个首位的这个社区里面 把自己隔离起来 然后过着好像就是 一个比较封闭的生活 那这个老先生 因为他对于 他自己的社区 对于自己的community 他是很骄傲的 他觉得说 我们这么热情好客 而且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好 你们为什么就躲起来 你们来到我们这里 然后接手了 我们的电力公司嘛 因为这个电力公司 它是提供巴西 一半以上的电力市场 所以就说 你们都来这里做生意 然后你们也是外派的人 可是你们为什么 都不想了解我们 也不想学我们的语言呢 所以那个地方 其实就等于有了一点 这种反中的情绪 所以他才会在街上 被人家不客气的对待 那他才了解说 原来当时他在路上 被人家这样子 讲出一些不好听的话 什么可能是他被认为 是这60个外派家庭的成员 所以就被当成出气筒了 他有点惊讶 可是他也不生气 他就说 他相信这些 中国政府的企业代表 应该不是故意的 那只是说 这种可能是 中国的官场文化 他们可能是觉得 我们来到一个异地 然后陌生的地方 可能我们先 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大家聚在一起 可以互相保护 因为也不知道 当地的治安好不好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就 把自己放在一个 比较安全的地方 可是相对来说 可能对这个社区的人来讲 就是 你们一来到这个地方 就建筑了一个堡垒 然后自己坐在堡垒里面 都不跟我们往来 也不学我们的语言 好像就是 不愿意跟我们交流 好像是不是瞧不起我们 其实里面就会有 好多好多的 这种 因为你不跟人讲话 是不是就是很傲慢呢 或者是 其实你很害怕 但是别人不知道 对 所以主事宁就说 其实他自己猜测 就是他们有可能是 因为从中国外派 到这些巴西的家庭 还来不及学习新语言 所以他们 他们是有时候恐惧的 那他就觉得说 再恐惧的是什么呢 就要去谈这件事情 就说 可能是对于失败的恐惧 就说因为 学语言言 对其实 那么容易的事情 然后特别的 其实对小孩子来说 可能稍微好一点 因为小孩子是 比较不怕失败的 但是对成年人 而且是对于 这些被外派去到当地 其实他们都是干部了 对他们都是 其实是 这个企业的精英 那如果说 你要他从零开始 学一个新的语言 而且万一他讲得很烂 他可能也会觉得 这样好丢脸 那我还是维持 我本来会的语言就好了 用我擅长的语言 来沟通 那我不要去讲一个 我不懂的语言 所以他就在谈说 那这个时候 其实可能 需要坦开自己的心胸 对他就说 其实学习语言的人 还是会害怕的 只是学习语言 愿意多学 然后失败也没关系 这种正面的想法 比较可以帮助人 就是慢慢的接受 然后他其实通常 不怕失败 也可以学得比较好 就是敢讲后脸皮 对很多人都鼓励 越早学越好 不要怕失败 不要怕丢脸 讲错了没有关系嘛 可是我觉得中国人 是不是比较害羞内向 这样怕失败 然后我就会觉得 年纪好像越大 越没有勇气去承担 你做错了 你做得不好 像提到巴西 会有这个印象 巴西人就是很热情 不是吗 如果看到一个 不太跟人打交道的 他也会觉得你很怪 是 我自己就也有一个类似的经验 就我在很多年前去越南学习越南语 那那个时候因为我早上上课 然后我下午就会跟同学出去吃饭 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会一个人 就沿着这个街头 就是去逛街 那我会尽可能用我早上学到的句子 去跟人聊天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学到了多少 然后我就开始跟人聊天 这个多少钱啊 然后这个东西还有几个 有几个颜色啊 然后这个东西买几个 有没有打折啊 然后或者有一些时候 我回家的时候 跟我的房东太太聊天 那房东太太是不会讲英语的 所以他就会问我说 你今天学了什么 我就开始问他 所以我就知道他很多秘密 比如说他今年几岁啊 有几个小孩啊 结婚多少年啦 然后有几个房子在出租 然后每个月租金收到多少钱 反正我就乱问 我就用多少 多少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所以后来他就跟我说 你这样子学真的很不错哦 他说你会造很多的句子 当然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也不太怕丢脸 因为他并不知道我是谁 因为我想我在一个陌生的国家 没有人认识我 那我只是一个来这边 学习语言的人 所以他看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就是他的访客 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我没有太多的 比如说我担心人家知道我是谁 然后他讲话讲这么糟糕 很丢脸 对那我觉得那个是在陌生的地方 学习一个陌生语言的好处 对然后那个过程 我自己也感受到 我去跟人聊天的时候 当我讲出这个越南语 讲得不好 他们就马上纠正我 然后我学会讲出正确之后 他们就说你讲得很好 但是我后来发现 我的同学在那里待了很久的人 为什么都讲不好 我的韩国同学在那里 他讲不好 那我说很奇怪 你已经待了这么久 一年多我才来两个月 那我讲的都比他好 他就跟我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讲的没有你好 可是我发现我不敢讲再烂 我身边的人都听得懂 原来他跟他的先生 是韩国的公司外派干部 他先生是社长 所以他们家里的司机 他们家里的这个管家 他们家里的厨工 所有人都要听得懂 他不怎么好的越南语 所以他不管怎么讲的不好 他们都没有人敢纠正他 然后大家会努力让自己听懂 太太在说什么 所以他后来就跟我说 因为没有人敢纠正我 这个就可能是重点 因为在那个地方 他的位置 他的社会位置 让没有人敢指责他什么 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 什么都背景都没有的外国人 如果我讲不好 马上就会有人跟我说 不对你这样讲错了 应该如何如何 所以我有一群严厉的老师 包围着我 所以我当时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就意识到说 的确你要能够掌握这个语言 你才能够理解这个人 背后的想法跟思考 那像我的朋友 他后来也决定 他必须要到学校来学 因为他跟他家里的这些司机 这些管家是学不会的 因为没有人敢严厉的 当他的老师 所以他必须要来学校上课 那老师不知道他是谁 老师尊重我们 但是老师会指正我们的发音 这样子他才有可能 把这个语言学会 并且学到语言背后的文化 所以学习的动机 跟去除掉一些 往前进的障碍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总监 你不怕丢脸 而且觉得没有人认识我 很好 因为每个人就是活在别人的 眼光中 眼光中 看你怎么样 今天怎么表现这么差 你一个主管怎么会这样 怕被人家看扁 所以永远踏步出去那一步 所以听完我们今天 简短的分享 特别是总监 有这么棒的经验 我想大家就勇敢的 不管你要学习哪一种语言 最好是有机会 在当地 很多人都说 在台湾不会英文 也可以活得很好 因为我们都是讲华语 讲国语 台语 OK 可是如果你在欧美国家 你不会讲当地的语言 你怎么办呢 难道你要饿肚子吗 你不会买汉堡 就是慢慢地逼迫自己 这个动机 还有去除掉一些 无谓的自我的射线的 还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好 稍后节目后半阶段 我们要来谈的是实体书店 有它的生存的空间吗 我们节目稍后来 给我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节目持续请独立评论 在天下频道总监廖云章 接下来跟我们关心书店的问题 其实书局要生存真的很不容易 那么在最近我们有看到 某家书店出现了退书的一个争议 被指控拖欠书款 并且大量退书 我想看到爱书人的心里头 也许是有很多的感触 在独立评论有专栏作者李慧珍 他的标题是这样写着 只有培养阅读者才能够拯救这个产业 就从清了争议重新思考书店的意义 来探讨这个问题 这个部分总监是不是来跟我们谈 我想要谈这个或许是一些人的痛 会有点点沉重 我突然想到几年前的时候 有跟朋友聚餐 也是借由我的同事介绍 他在书店工作 然后就开心的跟他打招呼 可是在饭局上就没有谈很多 所谓没有谈很多 一方面是因为不太熟 可是就我们广播人来讲 跟他哈拉结局也不是什么问题 重点是我自己会觉得 像书店好像不好经营 然后我到底要跟他谈些什么 那次的经验让我久久难忘 就是说他现在到底怎么了 书店的经营如何 每年都会有不同的数据告诉我们 很多人会去网络书店 或是电子书这个部分 实体书店到底要怎么活下去 好我们就来谈这位专栏作者 他特别从这个青鸟争议 来思考书店的意义 其实他很简单就是说 多培养阅读者嘛 那这篇他到底 有什么样的一些话想 跟大家交流呢 对其实这位作者李慧珍 他自己也是出版人 然后他也写过几本书 那非常关注阅读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他是从关注阅读这件事情 他觉得应该培养更多的阅读 回过头来看说 那书店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其实在这个时代 书店已经很难赚钱了 其实台湾最有名的书店系统 就是成品书店 那大家也知道 其实成品书店是赔了十几年 是他们的创办人非常理念 他赔了非常久 那当然他也有很多的 好朋友的支持 但是他们后来 其实能够持续有连锁啊 开这些其他的 他们是透过其他 他们有餐饮 他们就经营了其他的副业 然后文具 然后当然他们办非常成功 还有演讲 所以透过这些收入来支持书店 所以书店的本身 他其实是很难营运的 现在在台湾 然后特别是独立书店 当然就更辛苦了 那这一次 其实这个青鸟的争议 主要是因为青鸟书店 这是这近年来的一个品牌 就是说他开了很多 会被称之为网美店 或者是跟很多县市政府合作 甚至跟建商合作 他们开设很多书店 那因为有一连串跟禁书 这个有点像是书店系统内的 这个争议之后 就让很多人开始在吵说 那这样子的这种网红书店 他是不是在消费 独立书店这样的品牌呢 那是不是如何如何 那阅读这件事情 是不是被消费了 可是李慧珍他比较想要 跳脱开这样的争议 他想要回到阅读的本身 他在谈的是说 这个阅读这件事情 书店经营这件事情 已经这么困难了 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谈的是 只有培养阅读者 才能够去拯救这个产业 就是你首先要有人愿意读 那不管今天是独立书店 今天是连锁书店 今天是这个网络书店 他其实都有存在的必要性 我觉得他从这个角度来谈 就非常好 因为他对阅读的意见 其实是跳脱出这种 谁拿到资源 谁没有拿到资源 然后谁在这个赚钱 这件事情之外 他在谈说 其实比起商业智商 他认为深耕在地的书店 是更值得敬佩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 台湾有很多很厉害的小书店 独立书店 像宜兰有一间叫小间蔬菜 那他其实有书 也有当地的这个小农的蔬菜 因为很好的方式 是做在地的创生 那作者就会觉得说 其实书店能不能够真正的 培养阅读者这件事情 其实是他可以累积的东西 是不同的 就是说这间书店 是要拿商业当作手段 或是目的 其实是都可能会累积出 不一样的东西 对 可是提到这个独立书店 我是比较少有机会 去访问独立书店的负责人 不过是有机会跟他们聊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太有理念了 然后又撑得很辛苦 可是我想他会独立把他撑下来 就是也希望看到 跟他有同样喜欢念书的人 都能够来这边 大家以书会友 不过也很开心 就是说有看到 政府好像也有给他们 一些支持的力量 对 现在其实文化部 对于独立书店 是有一些支持的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书店 每个地方 如果可以有一个小书店 它其实不只是卖书 这件事情而已 它通常是代表了一种 就是这个独立书店店主的理念 或者是它的品味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选的书 他在这里想要扎根 他想要带给 这个地方人的讯息是不同的 而且书店 它会创造出一种 人跟人自然 不期而遇的这种相遇 那你会在这里遇到一本 你可能从来想都没有想过的书 对 那个是你自己 很有目的性的上网去买书 所没有办法达到的效果 是 我也可以告诉 两岸的听众朋友 在2013年的时候 有一个台湾独立书店 文化协会成立 其实政府也是政策的辅助它 这种力量才能够 让他们可以活下去 那我记得在去年还是前年吧 我跟中央社主上海记者连线 他有发现了在上海 又有一些独立书店 张淑林吗 是的 是是是 结果你看一聊 我们就变成朋友 我就觉得好感动 他每次都发现在上海的一些人文 很不一样的特色 我就觉得这样的书店 其实也挺好 就是感觉在上海 就像跟台湾没有两样 那这些独立书店 要好好的活下来 不过那时候疫情期间 他也心里的蛮辛苦的 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结束 我们觉得阅读总是一件好事 是是 其实不常逛书店 朋友可能就是不太理解 会说不是都是书店吗 为什么要谈独立书店 一般书店 还有什么不同 所以作者其实就提出了 他自己的意见 他就说 他觉得独立书店 因为店面小 他书总不能够包山包海 所以他一定是有这个 店主个人的选书品味 所以我们很容易 在这种书店去看到 其他书店没有看过的书 对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 独立书店的价值 而且它是充满各种的惊喜 而且实体书店的目的是这样 就是你可以扩大自己的世界观 发现全然未知的领域 我讲一个我自己 我在辽国永珍遇过的 一个奇妙的书店的经历 其实像我们出国旅行 是不太会去逛书店 可能就进去买买明信片 因为当地的语言 你其实看不懂 那时候去辽国的时候 是一个很意外的旅程 那既来之则安之 我去一个二手书店 我想我来找一本旅游书好了 否则我本来没有想来这里 我根本不知道去哪里逛 所以就进来这里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本 它是中国简体字的 游玩老卧 那我就找到那本书 然后我就拿到这个柜台 去跟老板结账 然后那个老板就看着我一眼 他说你从哪里来 我就说台湾 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另外一个 不在中国 你们是在旁边那个岛 然后他就说 你看得懂这个字吗 我觉得他好厉害 他可以分辨繁体字跟简体字 虽然他是辽国人 这老板是个高人 不是一个普通的二手书店老板 那我就说我看得懂 然后他就说OK 就说这个书好像是 我记得他标价是三块美金 在越南旅行的时候 我都有个坏习惯 买东西都会问有没有折扣 那在辽国我就把这个坏习惯 也带过去了 实在是很不好 辽国就不太打折的一个国家 那个老板就很疑惑的看着我 打折扣 他就觉得 你怎么会问出这样 然后我就自己觉得有点丢了 我说OK没关系 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他就说那就是三块美金 OK 然后他就翻翻翻 他那时候就跟我说 如果你需要打折 你可能就不需要这本书 你看他跟前半段讲 越南那个概念 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他说如果你真的需要这本书 你高价你也会买 对你也会买 而且呢就是 知识是不应该打折的 太好了 对他这个话 我觉得我这个三块钱 买这句话真的太够 知识是无价的 没错 你不应该要求折扣 我说老板我太同意你 我就不要这个 他就翻翻翻 就他发现那个书里面有缺页 好像有地图被撕掉了 就是他就说 这个书已经被人家撕过了 不好意思 他破损了 我说没关系 因为我现在很需要一本 我看得懂的书 那你其他的那书 我都看不懂 我就这本我看得懂 我就是要买它 不管怎么样 我说知识是无价 我需要这个知识 他说但是书是破损了 所以我不能卖你 但是我可以把这本书送给你 对 所以我就得到 你们免费的 有很老卧这本书 我觉得他给我上了 很重要的一课 就是关于阅读这件事情 他就说因为这本书 被迫害 它不完整 所以作为一个商品 我不能卖给你 但是作为一个读书人 我知道你就是想要读这本书 所以作为一个读书人 他也是一个读书人 所以他就把那本书送给我 当成一个礼物 我说可是我可能不会再来 我要怎么回报你呢 他就说 你可以再看看 有没有其他书是你需要的 我可以卖给你 但这本我是不能卖给你的 所以那个国度 是 你遇到一个这么懂知识跟书的人 我又讲的是说 今天李慧珍这位专男作者 他说只有培养阅读者 才能够拯救这个产业 说得真好 是 今天像总监一样 你不管是在台湾 或者说到其他的国度 因为你喜欢某一类的书籍 你有这个需求 我就要这本书 相信会让二手书店 或独立书店继续活下来 我们实体书店也能够活下来 我在去年的时候 参加一个好朋友的 新书的发表会 礼拜六的晚上吧 人呢真的没有很多 就在刚刚我们提到的 成品书店的 它是一个复合式的经营 不过它也靠出租某个时段 让你发表个新书 跟读者来一个互动 这样也算是它一个小小的收入 但是每次我掏钱来买一些书的时候 我跟我的家人都会说 支持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个支持的力道很薄弱 如果有更多人 从阅读 你每天或是一年下来 你看到几本书 这些书店就有更多生存的可能 是是是 所以其实作者也提到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 独立书店很重要 因为它很小 所以你很容易跟店主接触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跟它对谈 我真的觉得那才是 逛书店最珍贵的东西 这是小书店可以提供给你的 那大书店其实也很重要 因为大书店它可以容纳 相对更多的书 那任何的这个特殊的喜好 兴趣你都可以在大书店里面找到 那另外一种就是 你其实也是可以在网络书店 看到更多就是很方便的 你可以找到任何奇怪的书 你只要你有关键字 你几乎都可以搜寻到 所以他就说 所有的书店都很重要 那因此他也就觉得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开始 慢慢的养成逛书店的习惯 因为逛不同的书店 其实可以带给你不同的收获 他就举他最近读的一本书上面的句子 我觉得那个句子写得很棒 我也想要这边分享 这个句子是写 有一本书是这样写 说帮助你面对未来人生中 未知难题的所有的提示 全都已经被这个世界上的 某个人写进书里了 对所以当你要挑战 任何新事物的时候 你有没有事先大量阅读 你得到的结果将会出现天壤之别 其实我看了这篇文章这句话 我自己也觉得很感动 真的写得太好了 是是 我想不管今天我们讲的一些实体书店 或是独立书店 网路书店也罢 还有二手书店 我们希望他们都还有自己发展的空间 还能够继续茁壮 我有时候会觉得这样子感觉蛮好 就是大拍卖年终了 几本多少钱而已 那时候买来开心 可是买的时候其实心里头蛮多感慨的 好 黎慧珍这位作者说 要挽救这个产业 我们就多多阅读 知识是无价的 那看好书呢 我想很多是自我领略的 那楚世影又提到这个懂得一种外语 看懂一群人的内建系统 我们也希望提供给 刚好呢 现在正想要再学一种语言 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 然后有不一样的动机 就会像我们总经一样吧 语言学得非常好 谢谢独立评论在天下频道 总经教员章两个议题的分享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拜拜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